相信大家的家都會有塵皮 我們平時熬湯可以用塵皮 熬紅豆沙也可以用塵皮 就連我們平時喉嚨不舒服 都可以用塵皮沖沖水來喝 但最近有一對舞女 因為塵皮這件事而爭了起來 究竟是甚麼事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為了女兒風風光光的出嫁 這位媽媽就特意精心準備了很多的嫁妝 但女兒不領情幫 究竟是甚麼事呢? 女兒快點過來 媽媽給你看看 貴女兒 給你看看 當然是阿爺送阿爺阿嬤買給你的 阿爺阿嬤很好吃 她說祝你百年好客 都說阿爺阿嬤何時才知道 對,而且是你爸爸的,你看看 阿爺阿嬤媽媽還有東西給你 當然是,這是爸爸買給你的 阿爺阿嬤說祝你便百年好客 阿媽媽還有東西給你的 阿媽媽都有嗎? 當然啦 阿嬤 打開來看看 媽咪呀,哪有人拿陳皮來做家裝的 我去到,被我拿一件 哎呀,你都不說話的 這些陳皮呀,花了8年了 你知不知道陳皮是花壇子卡的 你好像也買不到的 媽咪呀,花了8年了陳皮呀 是呀 你女兒,這個陳皮是愈塵愈好 花壇子卡,劍皮利器 你都不懂事了,你不想問問他 在廣東人的廚房裡面 一定會有一罐陳皮來看門口 不僅陳皮做的菜特別香 而且平時胃脹胃氣,談多咳嗽這些小毛病 一塊陳皮就令我們說服不少 所以故事當中的媽媽送了一盒陳皮給女兒做家裝 其實也是媽媽希望女兒在婆家可以健健康康 沒有病沒有痛 其實無論是從大家的觀念 還是市場上的新聞 陳皮放置時間越久,價值就越高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繼續為你調查 已調查清楚陳皮的放置時間越長 是不是就越好? 第一步當然去收集陳皮 所以我們的調查員去到幾家熱心觀眾的家 收集陳皮 章姨,我想問你這些陳皮放了多久?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陳皮上 依然有這個小金仔的橙色 而且不是一聞的話 很香的這個金的味道 而且也挺厚的 這不可以 應該要放幾年才拿來做最美 章姨,可否借幾塊陳皮給我 拿回去檢測? 沒所謂 製作了一年左右的陳皮 看上去和普通的金皮似乎差不多 只不過比普通的金皮更加乾 接約你,調查員就馬不停提 去到另一家熱心街坊的家裡找陳皮吧 阿姨,我想問一下 這些陳皮你買了多久? 今年才買的 商家說已經花了三年了 三年? 那你買的時候幾錢一斤? 兩百五元,因為我買了半斤 兩百五十元一斤? 天啊,我們平時吃的陳皮竟然有這麼貴 阿姨,我以後喝湯菜都不敢丟陳皮了 剛才阿姨說,這些陳皮是兩百五十元一斤 大家可以看到 顏色上面,其實這個陳皮已經開始變得有少少暗 有些渴色 再來聞聞它的味道 嗯 就已經沒有了新鮮吉的那種味道 同時聞真的一點 有一種很香很香,陳皮特有的香味 相比起放了一年的陳皮 三年的陳皮已經逐漸變成我們平時見到的陳皮 而且開始有陳皮的香味 那麼放得更久的陳皮會生成怎樣的樣子? 不用急著,我們的調查認證 趕到下一家觀眾家 現在我手上的這罐陳皮是黃阿姨的 現在立刻打開它來看看 好,下一塊 嘩,大家看看 這塊陳皮已經黑色了 哇,顏色很深啊 轉圈給大家看一看後邊 後邊的顏色都已經很深了 你你外我呢,都是這個黑色 那我來聞聞聞它的味道 嗯,好香的陳皮味啊 好像一樣,這個陳皮買了有多久了 五年前做的陳皮,知道嗎? 自己做的啊? 哇,那如果按照五年前的這樣一個曬的時間的話 在外面來說是能賣多少錢做的嗎? 八千八千 好珍貴啊 聽到這個家家,調查人即時都目瞪口岸 按照這樣看的話,陳皮越陳,價值越高 那麼營養價值會不會就越高呢? 要調查陳皮是否放得越久,營養價值就越高? 第一步當然要知道的是,陳皮的有效成分是甚麼 為此我們拜訪了廣州中醫藥大學 金沙州醫院的趙樹兔醫生 陳皮最主要的藥用成分是橙皮甘 在新版的藥點之中 原藥材的含量是不少於8.3% 在飲品中是不少於8.5% 剛才的專家都提到了 陳皮當中的有效成分叫做橙皮甘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檢測三種不同年代的陳皮當中 橙皮甘的含量就可以知道 陳皮是否放得越來越好 現在桌面上放著有三碟的陳皮 分別都是在街坊家裡拿回來的 首先我們來看看一號陳皮 這個一號陳皮是放置了一年 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顏色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比較鮮色,橙色 聞一聞它的味道 還有一股很清香的金的味道 我們再來看看二號陳皮 但是它放置的時間是三年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相比於我們剛才的一號 顏色深了很多,已經變成了渴色 再聞聞它的味道 嗯,味道稍微淡一點 最後我們來看看三號陳皮 這個感就厲害了 這個陳皮是放置了五年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已經變成了黑色 再聞聞它的味道 嗯,好香的這股陳皮味 太棒了 現在馬上把三碟的陳皮打包好 送到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陳皮的有效成分,橙皮金 經過檢測,我們得出一組數據 一年陳皮的橙皮金含量是3.51% 三年陳皮的橙皮金含量是3.02% 而五年陳皮的橙皮金含量是2.72% 看到這個檢測結果,我覺得很奇怪 原本我以為,隨著這個時間的推移 橙皮金含量應該是越來越高才對 但結果就顯示,陳皮放得越久 橙皮金含量越來越低 那這個究竟是甚麼回事呢? 隨著時間越來越長 陳皮當中的有效成分就越少 難道陳皮不是越陳越好? 於是我們帶著檢測數據再次找到趙醫生 陳皮入面的藥用成分 最主要藥用成分的橙皮金 它有一種不一樣的揮發性 我們說一年皮,三年陳 那些橙皮金,它經過三年的揮發 它那個月效就達到比較溫和 藥用成分是最好的 隨著這個時間的推移 那個橙皮金就會慢慢慢慢揮發 到十年的陳皮,基本上我們是檢測不到橙皮金 所以單純在藥用價值來說 那個十年以上的陳皮,藥用價值是不太高的 原來在功效的角度來說 陳皮並不是越來越好 時間越長,有效成分橙皮金就會越少 所以其實三年左右的陳皮,功效是最好的 至於更長的年份,只不過是比較珍貴 而且味道更加濃一些 媽媽,我已經說過了 這個陳皮過了三年之後就不能吃了 女兒,這個陳皮 媽媽生了八年了 陳千元一斤 到時候你想吃都不捨得吃 我就不吃了 你這些陳皮真的拿來收藏 你看看,發了毛怎麼吃 這些陳皮發毛不怕的 拿來刷一刷用水洗一洗就好 你一定要帶回去的,很好的 阿珍娘子 其實你真的要體諒一下媽媽的用心良苦 就算陳皮不用用錢買 自己花了幾年都是時間和功夫 如果是因為發毛就扔掉它 其實挺可惜的 還有交給我們調查一下 發毛的陳皮到底可不可以吃 有時候我們發現陳皮發生煤變 其實原因很簡單 一來沒有抽真空 二來就是沒有做好逢菌處理 還有我們吃的時候 打開這個瓶的時候 直接拿出來 所以很容易會變質 網上大部份的資料都顯示 發毛的陳皮是可以吃的 因為據說陳皮當中的煤點是青梅菌 青梅菌會分泌青梅酥 而青梅酥是一種常見的抗菌酥 所以陳皮發毛可以安全使用 這樣說來似乎有理有據 究竟發毛的陳皮可不可以吃呢 現在桌面上已經放置了一碟發毛的陳皮 讓大家看看 例如這一塊 這塊陳皮上面 白色這個已經發毛的地方 以及已經有白色的霉點在上面 嘩 這一塊更加誇張 大家可以看到 整塊都已經發毛了 還有很多白色的霉點黏著在上面 等一會我會把這些陳皮一分為二 其中一份就是直接打包 另一份就是把白色的霉點 刷完之後再進行打包 然後進行這個青梅菌定性檢測 通過檢測我們發現 無論是刷過的陳皮 還是沒有刷過的陳皮 都可以檢測出青梅菌的成分 那是不是可以說明 白色的陳皮是可以試用監 我們檢測過白色的白色 最主要是青梅菌斑 一般的青梅菌 一般只有兩種霉點可以產生青梅菌 製成的青梅菌是要經過化學方法提取的 而且這種發毛的陳皮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生物和霉點 這些對人有害 所以發毛的陳皮是不建議繼續食用的 專家告訴我們 很輕易學用的青梅菌和食物當中的青梅菌 是兩回事 食物當中的青梅菌是有毒性的 所以不可以食用 問題就來了 一罐陳皮如果有一片發了霉 其他那些還可不可以食呢? 如果是那一盒的陳皮發毛 說明這個盒子裡面 那個空氣環境、濕度環境 是很適合霉菌生長 所以其他的陳皮都一樣會發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陳皮一塊發毛 它會傳染到其他陳皮上 其他陳皮都會摺二連三眼光發毛 所以我建議如果是裡面有發毛 這盒陳皮都建議不要繼續食用 原來煤菌是會傳染的 一罐陳皮發煤 說明整個儲存環境都適合煤菌生長 就算肉眼看不到 可能陳皮裡面都已經有煤菌了 但廣州的天氣比較潮濕和抹熱 到底我們應該怎樣保存陳皮才不容易發煤呢? 怎樣保存呢? 我們就是一般定期拿出來曬一下它 即是在那些曬曬 或者放在微波爐裡面去乾燥 乾燥大概二、三秒左右 保存陳皮塗罐是給玻璃要好 常溫給冰箱要好 而且曬完陳皮 一定要等陳皮的溫度下降 才可以密封保存 陳皮有保漆期 乾貨都有保漆期 你家的豪市、瑤柱、冬菇到底到期沒有? 所謂的乾貨只不過曬乾了之後 水份少了一些 裡面其實也含了水份 有人用劣質的瑤柱 冬充高價瑤柱 價錢足足相差十倍 你有沒有可能被人困難? 最近有個觀眾 他寄給我們一包瑤柱 他說這包瑤柱有問題 不用怕 我們立刻教你 做個精明消費者 讓你消化冤枉錢 傳影片講 查了再講 生活調查團正在播春 每個廣東人的廚房裡面 肯定無法使用乾貨 例如冬菇、蠔士、魚肝 大家又記不記得 這些乾貨何時買回來 又放了多久 那你又知不知道 其實乾貨都有保漆期 大部分人都覺得乾貨已經沒有水份 所以好好保存 一般沒有變味或者發霉 就可以繼續生 究竟事實是否這樣 於是我們派出了工作人員 去到乾貨店聞了一下 聞聞這些是何時的? 是否下午才回來的? 是否今年小的? 當然是今年有去年 那這些瑤柱有沒有包裝過? 有嗎? 有 有 雖然店主說自己的瑤柱 是今年新曬的 絕對新鮮 但當我們問到有沒有包裝的時候 當主就拿了一個包裝袋給我們 說裝了多少就裝了多少 原來當主口中的包裝 就是裝到送禮體面一些 那因為這些瑤柱原本就是散裝的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生產日期 於是我們去到另一家賣乾貨的店鋪 這些瑤柱全部是散裝的? 可以幫你包裝嗎? 如果是包裝的話 是否是包裝袋? 是的 知不知道生產日期是多少? 這些沒有生產日期的? 沒有生產日期的 我們一年調查了兩家乾貨店 發現都是散裝的 那對於生產日期不明 產地不明的乾貨 大家又可否接受呢? 於是我們又來到第三家乾貨店 通常我們廚房裡面的乾貨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就是海味 包括有瑤柱、鹹魚和蠔豉等等 一類就是肉製品 包括有臘肉和臘腸 另一種就是乾果蔬類 有冬菇、菜乾和紅草 大家習慣都會在年頭買多些 一年下來慢慢吃 所以很多乾貨都會存放一年以上 那到底哪些可以吃 哪些不可以吃呢? 這些乾貨是有一定的保質期的 所謂的乾貨 其實它只不過曬乾了之後 水分少了些 它裡面其實都含有水分 除了含水分之外 它也含有一定的細菌和蟲类 它在適合的條件下 比如適合的濕度、溫度 它會重新繁殖 所以它都有一定的保質期 一般來說 那些蔬果類的保質期 就三年左右 兩至三年左右 如果肉類的話 大概保質期是一年左右 剛才專家也提到 其實乾貨也是保質期的 如果想存貨時間長一些 就要買新鮮的乾貨 那到底我們要怎樣判斷 乾貨是否新鮮呢? 一般我們買乾貨 我們一般最好就買有包裝 包裝裡面有 新鮮日期和保質期 保質期內使用比較放心 那你拿出乾貨之後 你要看看它的色澤 還有摸摸它夠不夠乾爽 再嗅嗅它 有沒有化毛的味道 大家記得買乾貨的時候 肉類就最容易變真 一定要買有包裝 乾果、蔬菜類和海味類的水分 就越少越好 如果拔開是脆的 就是最好的 大家都知道 保存乾貨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第一就是乾燥 第二就是無益菌 究竟乾貨放在哪些地方 才是最適合保存的呢? 下面就為大家找出這些地方 我們首先來調查 保存乾貨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乾燥 通常我們放乾貨 要不放在通風處保存 要不放在冰箱裡面 到底哪個地方更加乾燥呢? 我們馬上實驗 現在頭上放著一大碟乾貨 這個就是冬菇 冬菇就是大家家裡 應該是很常見的乾貨之一 下面我會將冬菇一分為二 然後一份放在冰箱裡面保存 另一份放在常溫下面進行保存 我們一個星期之後 再來看看兩個地方 哪個更加乾燥 在代裝之前 調查人分別秤了兩盆50克的冬菇 並且用玻璃罐裝好 一瓶放在冰箱頂上 常溫保存 另一份放在冰箱的冷藏身 如果七日之後冬菇的重量 增加得越多 就說明水份越多 好了 一個星期過去了 我們現在來測試 一個星期之後的冬菇 他們的重量上 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首先來測試 常溫保存的冬菇 我們之前是50克 放在常溫保存裡面 現在我們來看看 最後的重量 是來到52克 也就是比之前增加了2克 好了 下面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冰箱保存的冬菇 冰箱保存的冬菇 現在我們測量出來 最後的數值是56.5克 也就是比之前增加了6.5克 從這個試驗結果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常溫保存要比冰箱保存更加乾燥 通過實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就是乾燥而言 其實放在常溫下的冬菇吸水更少 所以常溫放置比放冰箱更加乾燥 下面我們一起驗證下第二個條件 就是毛菌 現在桌面上 就準備了兩塊臘肉 好像這些臘肉 臘腸 又或者魚乾類 這種肉製品其實很容易變質 究竟我們放在哪些地方 更加之容易保存呢 我們的調查員繼續把同一份的臘肉分成兩份 分別放在冷藏室、冷凍室保存兩日 兩日後我們來檢測滾落重數 根據檢測放在冷凍室的臘肉 菌落總數為62,000克 冷藏室的臘肉菌落總數為34,000克 通過實驗我們得知 存放蔬果類 常溫比冰箱要好 存放肉製品 冷凍效果比較好 那除了這些 我們保存乾燥的時候 還需要注意些甚麼呢 我們一般的肉類 因為肉類最好的話 你將它切成一塊塊 因為你如果是拿出來解凍 又切完又放進去 很容易會散心會變 我們一般切開一塊塊 分成一些盒子裝著 放在冰箱裡 下半的儲存膠補存 如果是蔬果類的話 我們一般就是定期要曬乾它 最好曬乾之後 等它冷凍之後 放在蜜蜂罐裡保存 另外專家還跟我們說 如果發現乾貨有些手潮 就放入微波爐當中 用高火加熱20至30秒 加熱之後 碳放在乾淨的紙上 放置完全涼了之後 再放置落蜜蜂容器當中就可以了 看到這裏 相信大家都知道乾貨 應該是怎樣去保存 還有大家平時扮炎貨 肯定會買瑤柱 最近有個觀眾 他寄給我們一包瑤柱 他說這包瑤柱有問題 觀眾買到三百多元的瑤柱 用水一浸就散開 究竟是怎樣回事? 瑤柱以致衝好 我們又應該怎樣去分 傳影片講 查宰先講 生活調查團 小熊還你知 在上一節我們講到究竟怎樣的瑤柱才是優質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告訴你 和有三百元左右的一斤瑤柱 掌箱就相差很遠 有些貨粒飽滿 呈現苦白色 有些就非常小粒 是金黃色 試吃起來味道都不盡相同 究竟怎樣的瑤柱 才是優質瑤柱呢? 於是我們帶著瑤柱 找到廣東食品藥品 嘰婆丸的爭露師 首先我們可以看個頭大小 個頭大小要比較均一一點 因為像好的瑤柱的話 他個頭大小都會均一 比較均一 像個頭相似不齊的 就可能是各種各樣的瑤柱 參雜在一起的 其次的話我們要看顏色 像好的瑤柱的話 表面比較金黃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透亮的感覺 像這一種的話 這個顏色比較暗淡的 像都接近於深棕色了的話 肯定是存放的時間比較長 或者是本身有乾貝的質量不是很好 我們看表面 表面比較乾燥的 而且如果有一層細細的白鹽的話 相對來說它的質量會比較好一些 就是這個瑤柱的話 拿在手裡握緊 然後有點黏黏的 或者是有油類的存在的話 那麼它應該就是放得比較久 然後受潮的導致產生的 應該是必要的 打開 我們 打開 打開 谢谢大家